一霞的各类表演节目中 最受瞩目甚至引发风靡的 是女扮男装的反串角色 小咪尤其是代表人物 小咪本名陈凤贵 1950年出生在嘉义 外公曾自组歌仔戏团 母亲李玉珍是著名的苦诞 父亲陈小明也是歌仔戏演员 出生在歌仔戏世家 但是爸妈却从小 就不愿让小咪学唱歌仔戏 我从小就是在歌仔戏班 这样到处走 然后我爸爸妈妈 又不给我学歌仔戏 当初我小时候 看我爸爸妈妈这样看 在做戏的时候 就看他们在舞台上就很漂亮 很想上舞台 他又不给我做 他说以前有说嘛 孙女不孙时 带孙去做歌仔戏 就是不让我做就对了 以前的歌仔戏给人家看了就很低 家人不愿让小咪学歌仔戏 不过也没埋没她的演艺天分 14岁那年 小咪被父母送到 异侠歌舞剧团学艺 就从跑龙套 演小角色的徒弟功 开始做起 那那个时候呢 我爸爸妈刚好在台中公园 就看到异侠歌舞剧团在公园 她就觉得这个舞团很庞大 都是女生 然后她就决定带我去那边 学 学民族舞蹈 带我去的时候呢 人家那个歌舞剧团已经在表演了 又没有在收徒弟了 就硬 靠了那个我阿姨的朋友 有认识里面的老师 然后就带我进去学 学武艺 学了四年 就是在里面做杂工这样 就没有上舞台 打杂的徒弟功岁月 历经一年多 直到一天 一位唱热身前场的师姐 因病无法登台 小咪临时被推上舞台带打 出事提升 第二次公园的时候 有一个园园刚好生病 不能上去 那我就赶快我就在旁边看 每一个舞蹈 几乎都会会跳了 然后就上去 上舞台第一次 第一次上去的时候 那个 我们以前有诗语 她说妹妹妹妹妹 你要取什么名字 我说 那个时候我也很方丈 我不知道呢 她就说 我出去的时候就敬你 她就小咪小妹主唱这样 小咪的原来就是这样子 我们就听众说小咪是在那里 大家也说在那里 在那里 小咪是在那里 很聪明 小咪你如果什么东西 我看到她就能做 大家常欢笑 第一次登场表现不俗 从此小咪获得女配角的 常态演出机会 直到18岁 已经150多公分高的小咪 被剧团老师看中她美语间的英气 主张她改演男生角色 老师就给我转换做男主角 他说我那个时候已经 体已经打得不错了 所以老师决定说 我的扮相扮男的也很好看 就给我转换男生 母台上母台 如果反串的时候 有缘 那个扮相 会不会人 会在舞台上笑的时候会电人 真的很出名 反串成功能够吸引细尼 就是艺霞的台柱 60年代 小咪快速崛起 她和另外一位身材更高 有165公分的成熟分 双双成为艺霞歌舞剧团的招牌台柱 个子高跟个子矮 都是分五人体 然后我们就是高个子 只有熟分为台柱 矮个子就是以小咪为台柱 对 咪姐她她的观众粉丝 年年层比较高 较高 因为她就是比较有才艺啊 然后就是大小通吃 那我们十分姐她是 就是比较走那种性 个性有个性的那种 男子气托那种 然后她的粉丝是比较属于 年轻的美眉 当然太太也有 可是就是比较多的是年轻的小姐 因为她们装扮在台上看起来真的就是像 像男人耶 她们因为她们连唱歌那个声音都 沙哑沙哑 很低沉的那种唱法 对 女扮男装的俊俏演出 渐渐赢得台湾观众的认同 票房越来越好 全台邀约的戏院越来越多 让一霞歌舞剧团进入流行巅峰 成立大型歌舞团成员多成本高 经营不易 一霞初期也面临过营运危机 直到和民间企业合作 现场广告演出才得以生存 但紧接着要摆脱外界视为脱衣舞团的误解 又是一番奋斗和挣扎 幸好几次的全台巡回下来 一霞逐渐打出台湾宝种的名号 而几位女扮男专的反串台主 尤其是小咪和陈淑芬 也开始有粉丝团疯狂追逐 还在表演现场丢职金士钻戒宝石 轰动的盛况可想而知 像这样纯女性歌舞团 是如何培训和管理的呢 继续第二单元 来看义霞的壮大崛起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1966年义霞第四回公演开始 女扮男装帅气阴婷的小咪 扮相俊秀 尤其多了一点男生缺乏的温柔 更能吸引女粉丝 快速地跃升为义霞的第一男主角 我们在想说 女生怎么可以扮成这样 看起来让女生 让我们女生觉得说 比男生还帅那种感觉又好看 又有舞 会 云上 没钱啊 有钱可能会自己再去看 哇 她个子怎么那么高 哇 她怎么那么帅啊 我能跟她长大跟她一样那多好 我不想能不能进去也很向往 男生的姑娘就是化妆要改变嘛 然后比如说眉毛要粗一点 然后身段也要 比如说转过去要帅一点这样 女生眉毛女生要柔软 眉毛要化细一点 讲话唱歌都要细一点 然后唱的时候要有一点暖身的魅力这样 就变女生了 就可以变得过去 这个都是要靠声段的 比如说 哇 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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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一样这样 身高只有150出头的小咪 其实是穿上高跟鞋 在利用服装遮掩 使得舞台上看起来有170的模样 很高 这个再低了 可以讲穿五寸的 五寸的 男生都穿五寸的 那个是要在香港订做的 台湾买不到 我那个鞋子五寸 前面又加高 好像两寸 那这样穿起来就不会觉得很高 男生 一定要这样才够高 因为我们都穿喇叭裤 喇叭裤可以盖起来 就没看到多高 小咪的引领示范 对几位女扮男装的 歌仔戏后劲 影响很大 那个时候我看到她的时候 我说 她就是咪姐吗 哎呦 怎么跟我以前看不像 怎么会那么 不好意思 怎么会那么散 那么娇小 还有那个时候 可以演小声 演得那么好 就觉得 开始是另眼相看 我是比较 比较后期的时候 我去看 看一下 我记得那个晚上的表演是 他们前面分了几段的歌舞 大型歌舞表演 然后我中间穿插了一个歌舞剧 一个歌舞剧 然后我完了以后 到后面来一个压轴的古装戏 结果 我就觉得看到 咪姐在台上 她就不断的换装 不断的换装 然后一下子古装的 一下子现代的 然后一直到最后 我就想 哇 咖啥哪里 我那个时候当下 第一个反应就只有觉得说 她多少人在后台帮忙换装 怎么有可能马上 才进去不到 一分钟的时间 然后出来马上就 换了另外一个造型